五年之后 伯温 你就快六十岁了 到那时候 我保证皇上赐你融入 准你返乡 安度晚年 刘伯温见归影有望 激动的连忙跪在了床上谢恩 谢皇后 紧接着表示自己马上就可以回归岗位打卡上班 怎料马皇后却阻止了她 别啊 这么重的病哪能说好就好啊 再养两天吧 好得太快了 看上去就像是假的了 到了现在 刘伯温请辞一事终于在马皇后的劝说下结束了 可刚安抚好这边的刘伯温 那边的李善长又开始有些不安分了 由于他不满于现状 这天便跑来找朱元璋要视权了 我说皇上啊 现如今天下大定 如要实行金正 就必须重建中书省 而现在 中书省仍是个空架子 既无丞相 也无辽数啊 不是有你李相国吗 而李善长听后却淡淡一笑 随即继续暗示朱元璋